南投仁安鄉的南風村也遭到土石流湮埋 不少居民住家瞬間被消失了 大家陷入無家可歸的困境 現在只能齊聚 暫時安置在活動中心內 面對未來大家還是彷徨 不過面對災民 南投普里一街烤鴨店 業者發揮善心了 贊助一百隻的烤鴨 送進山區南風村 要幫村民們賴架菜 烤鴨店老闆送來三十份剛出爐的烤鴨 到南風村的收容中心 要幫受災村民加菜打氣 能夠吃到這個烤鴨真的 不敢不敢吃 感恩謝謝 老阿嬤看到熱呼呼的烤鴨 不停鞠躬感謝 每一份烤鴨都是用透明盒裝著 一打開來香氣撲鼻 而且份量很充足 晚上用餐時間一到 補充我今天的蛋白質 村民看到烤鴨好驚喜 因為部落還在停水 吃的便當都是以簡單為主 青菜居多 一家菜便當瞬間變成美味的烤鴨飯 吃到了這個烤鴨 真的覺得還蠻訊味 就是吃到一個溫暖的感覺 就是能幫人家就幫人家 如果有需求 那我當然一定幫 老闆在埔里經營烤鴨店 看到仁愛鄉的災情慘重 想要盡一點心力 決定第一波先贊助一百隻烤鴨 分批送到每一個部落 第一站就是南風村 雖然路通了 但是很多人的家園全毀了 半個房子被土石淹沒 屋前空地灌進混濁泥水 夫妻只能徒手把家具搬到屋外 暫時住在避難收容所 還有村民的房子被淹沒 只剩下屋頂 事發當下趕緊抱著小女嬰 和嬰兒用品逃命 黃水過來 然後我們就跑了 帶著小孩子跑 對帶著小孩子跑 門都被淹掉了 所有東西都在裡面 對所有東西都在裡面 豪雨重創南投山區 雖然災後修復遙遙無期 但熱心民眾的愛心物資不斷 甚至把熱騰騰的烤鴨 一路送進部落 讓災民感受到滿滿溫暖 記者李永生 魏少宇 南投報導